没有承诺 却被你抓得更紧 没有了你 我的时间余下的不停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想要忘记你 由于早年港台的娱乐圈 发展很快 所以那时的港台出现过 很多有实力的歌王 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 伍斯凯 说到伍斯凯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他的很多歌曲 都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带给了我们无数的回忆 伍斯凯不仅在音乐方面很有实力 而且在感情上也非常的专一 在他与爱人结婚后 在婚后的几十年里 都没有传出任何绯闻 尽管伍斯凯的一生如此优秀 但后来仍被自己儿子的事情坑惨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伍斯凯在年幼的时候就很喜欢音乐 那时他的家人也注意到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于是就让他开始慢慢地接触音乐和各种乐器 静远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那天想要忘记你 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 我会让他拥抱你 我会让他拥抱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更寂寞也透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由于小时候的吴斯凯十分调剔 在上学时经常逃课 最终也被父母知晓 他的父母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 待吴斯凯上大学后 他对音乐则更感兴趣 于是在上大学期间一直研究音乐 并且还与同学组建了乐队 开始了自己的演唱之路 那时由于他们的乐队才刚组建 所以几乎是赚不到什么钱 每一场巡演几乎都是亏钱 虽然那时的吴斯凯有着做自己音乐的理想 但由于自己没有经费 所以只能通过打工来赚一些钱 后来他在一次练歌的时候 当时的贝斯手说他唱不准节拍 见到这个贝斯手的嫌弃的态度后 吴斯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音乐 练习演唱 后来在他加入了另一个乐队后 他的演唱之路才有了不错的发展 通过演唱 他有了一笔不错的收入 爱与仇 还有年少的执着 我们竟然深深相信 这是全部声音 你是用力燃上感情 可是爱与仇 谁能靠他活多久 我们终于可以确定 彼此无法适应 还在倾盆大雨的夜 不定刺痛彼此伤口 让情绪放肆地游走 总有爱意心头残留 却已无法回头 由于吴斯凯本就对音乐 有着一定天赋 再加上他的不断努力 他很快就在圈子中 有了一定的名气 但由于那时优秀的人才实在太多 所以他也倍感压力 后来他知道 自己若想在音乐这条路上 走得更远 就必须发布一张 属于自己的专辑 于是经过了一番努力 吴斯凯很快就发布了 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并且还在乐坛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自从努力得到了回报后 吴斯凯在几年内 又接连发布了好几张专辑 得到了乐坛的一致肯定 从此他的名气 彻底在乐坛中传开 我多想看看你的脸 我多想和你肩并肩 每个夏天我回忆一点 一直从前来想到深蓝街 我多想看看你的脸 我多想和你肩并肩 每个夏天我回忆一点 一直从前来想到深蓝街 当吴斯凯在乐坛中大红后 他的感情经历自然受到了 无数人的关注 根据吴斯凯本人透露 他在十几岁时有过初恋 本因为当时年龙太小 所以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至于吴斯凯如今的妻子连历 他则表示与他的相识非常巧合 他说自己当年 是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遇到了连历 并且还发现 他就是自己曾经很心仪的女孩 所以吴斯凯觉得 他们俩非常有缘分 于是就开始追求连历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后 吴斯凯也终于如愿以偿地 获取了女孩的放心 在他们两人开始恋爱后 他们相处得非常甜蜜 在平时几乎不会出现争吵 所以在恋爱半年后 他们很快就结了婚 并且还有了属于他们俩的孩子 当我发动温柔 攻击你要介绍 爱情上人色黄金 荡贵干操人群 交配的重要 幸福是高山的 有用的脑 渴望达成的目标 加勇气一起酿 这滋味新鲜用香 所有的发尘云南都值得好 每一口你为我喝的药 都变成幸运草 勇敢的味道 我到处冬装西棚 梅石头上终一包 哦哦终一包 悲伤的莫名 轻揽下也不怕 转向了幸福的腰脏 哭过了冰层 都知道 自从孩子武进出生后 妻子连历就辞掉了 自己的工作 将自己的全部精力 都放在了家庭上 而伍斯凯在平时工作的空闲 也会挤出时间 陪伴他们母子二人 一家生活美满幸福 在伍斯凯与妻子结婚后的 这几十年里 伍斯凯没有传出任何绯闻 由此可见 他对妻子 对家庭的负责 虽然伍斯凯的一生 非常成功 但儿子武进在长大后 却惹下了不小的麻烦 那时武进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因为危害公共安全 被警察抓住 这个事情 很快就传到了国内 给伍斯凯 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如今 伍斯凯已经不再年轻 希望他的家庭 能够一直幸福美满下去 我请你看看 看今儿我买东安来的目标 来队队队队我的心肝 让我买东安来的目标 让我买东安来的目标 不停不停 在回答我的爱 我买东安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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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东安で